大家好,歡迎收看明報530 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五 明天是周末,想找地方逛逛 不妨考慮湖濱區看這隻大王鴨 他離開六年後,回來 你現在就可以在530看到他 今天怎樣由一隻扁踢踢,好像蠟甲般的款 經過充氣後,成為一隻肥嘟嘟精神爽利的媽媽 兩個無膽匪女,炸槍去劫車 被一個大隻老車主,一下子就拼開 碎到跟著走去欺負人 搶了另一個女士的車 真是無膽得理,又無法無天 租客給業主加租,迫遷 真是辛苦又可憐 小業主被租霸欠租又不肯搬走 一樣是這麼辛苦和可憐 除了嘆口氣 真是沒有甚麼可以幫到他們 因為那個業主及租客仲裁法庭 好像廢的那樣 一年一度的多倫多湖賓節 明日即是16號和後日17號 會在皇后碼頭東街舉行 其中一個最大的景點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橡膠大王鴨 馬馬特 會出現在湖水上 多倫多湖賓節主席家文說 今年湖賓節最重要的項目 就是這隻世界上最大的大王鴨 在市隔六年之後 再來到多倫多 慶祝這個夏天最後的一個週末 這隻皇鴨 在未充氣之前 如果你在高空看下去 它變得扁踢踢 看起來好像是一隻蠟鴨多點 不過 充氣一個小時後 完全不同看法 它變得靚靚仔仔 神彩飛揚 充滿力量 大家周末有時間 可以去湖賓區看看 打下卡 免費入仗 這隻皇鴨有六層樓高 重13000公斤 在2017年 它來多倫多慶祝加拿大 建國150周年 當時安省政府 為了它 給了12萬出來 主要是用於大皇鴨的運輸 充氣 建造一個平台 和進行市場宣傳推廣 當年有超過了75萬人 參加了湖賓節 為多倫多市 帶來了760萬的經濟產值 據聞在湖賓節期間的消費 達到1650萬 其中包括了480萬的餐飲害子 較早的時候 大皇鴨也去過香港 還是兩隻 但似乎勝方 比不上第一次 看看今次從林多倫多 會不會再度掀起熱潮 Time March 拍賣行 蒸集世界古董藝術品 全球拍賣 現金收購 免費評估 Time March 拍賣會 將於9月16日舉行 部分拍賣所得 將捐贈加拿大病同醫院 請瀏覽網址 由於安省業主 租戶仲裁委員會 LTB 職額個案 數目達到 3萬8千個 對於不少安省業主 現今都生活在 沉重債務的惡夢中 一名購買拍賣投資出租 以便用作 退休生活用的業主 薩爾曼話 現在每一個月 個人債務 都越來越沉重 這是因為 用於支付 他擁有一套公寓的費用 而這一套公寓 現在正是給一個 不給錢 又不願意離開的租客 佔用 薩爾曼話 他的租戶 拖欠超過 3萬4千元的租金 他沒有辦法 只能以自己的房屋 做按揭貸款 以支付 不斷增加的 按揭貸款 和水電費 他說 我無法解釋 我的家人 正是經歷的精神痛苦 薩爾曼被認為 是一個小業主 他只得一處 出租房產 他幾年前 在多倫多購買 一套 一居室的公寓 作為投資房產 為退休做準備 他的租客 付了第一年的租金 然後 在2021年2月 停止 付租金 5月份發佈的一份 申訴專員報告顯示 LTP有超過 3萬8千宗 未審理的案件 其中 有近90%的投訴 是來自業主 報告說 數以萬計的省民 因為 極其漫長的拖延 而被剝奪正義 申訴專員認為 LTP委員會董事局 從基本上是失敗的 薩爾曼在2021年4月 提出申訴 並且在2022年2月 收到首次 聽證會的日期 但法庭當日 沒有時間 他的案件被推遲 他在2023年8月 接受下一次聽證會 但由於被案中的錯誤 他的案件被駁回 現在他又重新開始這個過程 幾年前 好像薩爾曼 這樣的案件 幾個星期內 就會被 提交給 LTP 審判員 這些延誤 早在疫情前 就開始 但隨著大流行期間 暫停5個月的驅逐 租客聽證會 令到 積壓的情況 變得更加惡化 他們有8分8安省種植的花旗參 自保養顏的燕窩棧 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還有花膠 冰酒 各款海味 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可以到第一廣場 或者萬禁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1年 成為安省花旗參 指定經銷商 現在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 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 受選 港利行 兩位無膽匪女 握著槍去搶車 誰知被車主一手就拼開 兩個人黑刀 傻了地站在那裏 然後馬上回自己的車就坐 而整個過程 就被門口的監控錄影拍下 我們看到車主下車 然後走回家 兩個賊人追著車主 其中一個人還想用手 握著車主的手臂 誰知被車主一招橫掃千斤就拼掉了 事主跟著進入屋 兩個匪徒站在門口 呆了一呆 都不知怎麽算好 之後突然間 好像睡醒了 趕快走回上自己的車 等到車主的太太 再出來看看什麽情況 兩個無膽匪女 已經人影都沒有了 這件結案 發生在昨天晚上7點 地點是意圖逼谷 雖然今次的事件 是車主打退了匪徒 不過大家千萬不要亂學 不是人人都好像事主那麽大隻 亦都不是每次你會遇到無膽匪女 所以一定要以自身安全為重 而就在這位車主打退了兩個劫車賊之後 警方亦都接到報告說 在距離這個現場 只是幾個街區的 Fringe西路地區 發生了另一宗劫車案 警方說 一個女士的汽車被池張匪徒劫走了 劫案之中 幸好沒有人受傷 警方仍然在調查這件案 但卻懷疑 這可能是之前兩個無膽匪女 結不到車後 轉移去欺負女人 再找另一個意落手的目標來犯案 多倫多警方的主要犯罪指標數據顯示 2023年多倫多到現在 已發生了接近8500宗汽車盜竊案 照目前的情況來看 今年多倫多的汽車盜竊數字 可能是會創十年新高 因為過去最高紀錄 都是9700架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 自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訂好一家三口機票去葡萄牙旅行 但是因為訂票時疏忽 就損失超過7000元 一名男子訂機票 亂同太太和女兒 去歐洲葡萄牙旅遊 但是因為護照即將到期 被航公司拒絕登機 就在上月居住在灰省 加蒂樂的這個家庭 因為護照問題錯過了歐洲之旅 令整個家庭沮喪 居民拉羅十 每年都會和太太和女兒一起去度假 今年為了慶祝自己 60歲生日 和女兒高中畢業 她訂了去葡萄牙里斯本旅行 她以為自己擁有有效護照 但當他們8月初上飛機的時候 就被航公司告知 拉羅十和太太的護照有問題 拉羅十和太太的護照有效期 直至今年10月10日 但是就被告知 去葡萄牙 他們的護照 必須有整整3個月的有效期 拉羅十說 我一直認為護照上顯示的 過期日期 就是真正過期日 他補充說 越洋航空Air Transit 和我們表明我們無法登機 不幸的是我們的護照母校 你三張機票花費了這家人7,078元 而且 他們無法獲得退款 或者 飛行李數積分 拉羅十通過越洋航空的網站 預訂機票 並且表示 他非常驚訝 航公司 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越洋航空透過聲明說 雖然我們理解 拉羅十先生 和他的家人 可能感到失望 但是 我們拒絕登機的決定 完全符合 歐盟的規定 和 國際旅遊要求 聲明又指出 在歐盟國家旅行的加拿大人 必須持有 比預計 從該國返回日期 至少三個月的有效護照 這項入境要求 是由 歐盟當局執行 而不是越洋航空 安省提侯首席 運營官 韋爾達說 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入境要求 消費者需要做功課 確保他們的證件齊全 韋爾達補充說 請注意有效期 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 護照的有效期 因為 返回日期後 至少六個月 而不是 離開日期 黎王家音樂學院學習音樂 為所有年齡 和程度的孩子 開始的課程 於九月開始 由初級到進階 請瀏覽rcmusic.com slash meanpau 多倫多星報 Toronto Star的姐妹公司 Metroland Media Group 已向法庭申請破產保護 並停止在港江省出版 六份社區英文報紙 轉為在線經營 這間公司 上午發出的一份通告說 這次涉及裁員 605人 佔員工總數 接近三分之二 由於公司沒有足夠的資金 所以 不會支付解僱費 或者獻散費 所以 打工制 好慘 這間公司說 多倫多星報 就會繼續經營 因為多倫多星報 是一間獨立公司所有 不屬於破產申請的部分 公司的聲明說 在過去幾年 Metroland的印刷廣告 和傳單業務 都面臨大幅下滑 以至於社區報紙業務 沒有辦法再用印刷形式生存 他說 我們根本沒有足夠的財務資源 來無限期的 為巨額持續經營虧損提供資金 受影響的員工 是會有機會 在重組的過程中 針對Metroland所欠的金額 提出索賠 根據受影響工種的分類 104個工會員工 會被解僱 其中包括了68個記者 其餘是來自 非工會的工種 Metroland在一份聲明裏說 媒體行業 繼續面臨生存的挑戰 主要 是因為數字科技巨頭 利用它們的主導地位 奪取了加拿大絕大多數的廣告收入 社區報紙業務 因為廣告收入大幅下滑 而遭受損失 新冠大流行 讀者和廣告商 作為營銷工具的 傳單使用量的減少 大大加速了印刷品 和傳單分發業務的衰退 為了持續經營 必須要結束 去周報和傳單的業務 並轉向數字化發展 大人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11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22度 大人多普通無縣稀有價格 明天會跌兩仙 去到每公升171.9 食環處食安中心 再發現有日本進口蔬菜 違反食物安全命令 食安中心今日公佈 在檢查一批日本進口食品的時候 發現了三包來自麗木園的孤類食品 並沒有附有輻射證明書和出口箱證明書 懷疑它們違反食物安全命令 這是這個禮拜中 第二次的同類事件 食安中心說 攝氏的產品已經被中心封傳 沒有流出市面 中心現在正是跟進事件 和採取適當行動 包括通知日本有關當局 如果有足夠證據 中心會向攝氏的進口箱提出檢控 根據有關命令 由日本的刺繩、泥木、千葉 和群馬園進口的蔬菜和水果、 奶、奶類飲品和奶粉 都需要附有由日本主管當局發出的 輻射證明書和出口箱證明書 證明有關的食物 輻射水平是沒有超出指引限值 和適宜供人食用 這樣才可以進口 翻查資料 食安中心前日發現 一包來自福島園的日本青楓葉 和一包來自群馬園的茄子 並沒有附有輻射證明書和出口箱證明書 涉嫌違反了食物安全命令 我是瓦佳淨水米高超 疫情都未過 現在又說輻射水飄來 不過又不用太擔心 大家好像平時那樣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喝我們瓦佳淨水 特區政府推出香港夜繽紛活動 以震興經濟 大家似乎對這個活動 既望甚高 特首李家超說 香港人有很多辦法 可以不斷為活動添加元素 只要營商人士 參與者都投入力量 團結一心 對繳活香港日間和夜間經濟 他都有信心 而財政司副司長王偉倫就說 疫情期間 市民的生活習慣有改變 但政府不是幻想 推行夜繽紛活動後 就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而是希望隨著時間 會令到有關的習慣 有一些改變 逐漸習慣夜晚 周末外出 最後帶往全日的消費 對於越來越多市民選擇北上消費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活動的成效 王偉倫回應就說 他不會否認是有競爭 但他認為 這個不是靈和遊戲 他相信市民如果認為香港的服務好 產品質量好 亦都會願意留在香港多消費 他說 市民的荷包 不是完全沒有錢的 是感受怎樣 他願不願意花 香港做得好 同樣可以吸引到內地遊客來到香港遊玩 所以不需要太界懷 有市民北上遊玩 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王傑龍就說 如果政府考慮 現在不是很適合投入太大的資源 他都會支持這個做法 他有形容 現在的措施 是刀仔鑽大樹 各界一同用 誠意搭救 而不是用金錢來堆砌 他相信 政府會適時投放資源 今次香港夜繽紛一系列的措施方向 他認為是正確的 希望所有的商戶都能夠獲益 而不是將香港變成一個大大地 亦都不是單獨發展一個夜市 同時他說 要令到整個香港 尤其是銅鑼灣和尖沙咀這些過往暢旺的區域 變回暮光十色 越夜越旺 這樣有關措施 才算是成功 至於預計措施有甚麼成效 他就證明 現在有關措施力度是否足夠 這個需要視乎落實之後的情況 但是相信 最少不會令到目前的情況 變得更差 第一次出席 出席 對呀 我很緊張 哈哈哈 只要聽音樂 要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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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始時 他們是擔心的 但是 他們兩個看到 我真的很喜歡音樂 所以現在很支持 出了我的第一張 我第一張 我覺得挺好 有R&B 有Punk Rock 慢歌 快歌都有 可能 musical theater 廣東歌都沒有 嗯 嗯 沒有 但我很喜歡寫歌 還有表演 我覺得表演 可以 connect to the audience You know share the love share the music 很重要 向創作歌手進化 對呀 每首歌是我Album 裡面 我都有 粉 作的 嗯 會不會寫歌手 和爸爸唱 可以呀 In the future 哈哈 不如問爸爸 彈鋼琴你唱 都可以 都可以 嗯 啦 有沒有些什麼 丁竹過你 有沒有些什麼 不准你做的 有沒有 沒有 他們兩個都知道 I'm really hard on myself 我自己是一個 perfectionist 所以他們兩個都 我自己是一個 我自己是一個 嗯 要小心一點 嗯 我認為每一行都要 哈哈 嗯 不給你 好啊 還沒說啊 哈哈 當然可以 不知道 See you.